前面28讲,讲的都是非常务实的管理动作 这一讲,你要学会务虚了 这就是制定长期战略 我见过很多忠诚管理者 干了好几年,还停留在当月完成当月任务的阶段 对业绩既没有前瞻性,也没有连续性 我在这个模块一开始提到的小北,就是典型的代表 如果一直在忠诚的位置上,可以这样 但要为高层做预言 上集是不会只问你业绩的完成情况的 他会问你,未来这三年,这块业务要往什么方向发展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吗 这是公司在选拔高管的时候最看重的战略思考能力 如果连方向都判断错了 那么你越努力,公司就会越失败 所以现在,你要学会做长期的战略制定 即使你还没有办法影响到整个公司 也可以在你的团队先练练手 怎么制定一个长期的战略呢 我教给你一个工具,叫OGSM 我在保洁的时候,接受了这个工具的训练 后来才知道,全球好多知名企业和组织 都在用这个一页纸工具来整理和宣导战略 非常高效 我先来解释一下这四个字母的意思 你可以把它们分成两组 O和G分别是objective,愿景和goal,目标 S和M分别是strategy,策略和measurement,指标 我一个一个来解释一下 首先是O,愿景 愿景是定性的,雄心勃勃的 你需要回答,你的团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要创造什么价值 一般来说,长完一到三年就好 我这里给你举一些常用的部门愿景 你拿回去就可以用在自己的部门身上 比如,财务团队,愿景可以是 三年内成为公司内部的总参谋部 为公司决策提供数据依据 培训部,愿景可以是 一年后成为公司的黄埔军校 为各级岗位输送干部 销售部,愿景可以是 三年后成为业内最好的客户服务团队,等等 当然,如果你在一个创业团队 公司内部没有那么多的部门和层级 那么你们团队沿用公司的愿景也是可以的 再比如,回到我提到过的一个技术团队 我在24讲谈文化的时候举过他们的例子 他们的技术产品有效地保障了企业间数据传输的安全 大家提炼出了一个团队愿景 三年内,做成国内该行业数据安全领域的三峡大坝 你看,比起之前他们技术人员自嘲 自己是班庄的马农 这个愿景是不是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斗智唤醒了 总之,愿景要把大家从当前的工作中抽离出来 进行拔高 让你的团队听到之后会觉得 嗯,这样的团队,我跟着干三年,值了 接下来是G,目标 目标是定量的 对愿景成功的具体定义 愿景太抽象了 要用目标来细化 通常来说,一个愿景可以由三到五个具体的关键目标来诠释 比如,培训部如何证明你们真的发挥了黄埔军校的作用 哎,一年内输出100名干部 培养15名内部培训师 开发20名精品课程等等 这些都可以是重要的里程碑目标 目标的好处就在于 它为团队长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坐标系 我们一起奋斗了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五年 到底离我们的愿景是近了还是远了 有了O,愿景和G,目标 好,接下来就要回答战略如何落地的问题了 这里就需要strategy,策略和measurement,考核指标来帮助你 比如,你是一位市场部的负责人 你的愿景O是希望你们团队能够成为所在行业的新媒体的领军策划团队 你的目标剧有一条是大力提升公司在新媒体领域的品牌知名度 新增粉丝2000万 那么你就要去思考了 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来达成这2000万的增加呢 一般来说,有两条思路 一条叫赢在哪 另外一条叫怎么赢 你从这两个角度想问题就特别有效率 他们都是从竞争和自己的资源出发,扬长臂短 比如,竞争对手已经把传统传播渠道抢完了 那么赢在哪就可以是 聚焦关键头部渠道 加大和新媒体渠道KOL意见领袖的战略合作 但我番预算比竞争对手要少很多啊 那么怎么赢呢就可以是 提高新媒体投放的投入场出比 提高团队的谈判能力 当然,策略是一种选择 你选了一条路就要放弃另一条路 比如,你加大了投入场出比的监控 也就意味着,你可能没有那种到处烧钱的竞争对手跑得快 你聚焦了关键头部渠道 也就意味着,你没有办法撒胡椒面式的投入资源 只能放弃一些非关键渠道等等 最后一个,S策略也是定性的 你还需要定量的把它落地过程描述出来 这就是M考核指标的作用了 你依然要用SMART的方式 进行具体的可测量的描述 何时何人为这个指标负责 比如,加大和新媒体渠道KOL意见领袖的战略合作 什么时间,做到多少,叫做做好了 那么M指标就可以是 明年12月31日前和25位KOL达成合作 实现1000万粉丝的增加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 很多管理者在做战略规划的时候 只会思考业务实现怎么赢 而忽略了组织和人才策略的怎么赢 不要忘了,业务的实现是离不开人的 你也要学会从组织和人上要增量 我在文稿区放了一张OGSM的表格 你可以用这一页纸 快速地把整个部门的发展战略描述出来 当然你要注意的是 在做完了之后 一定要回过去检查一下 所有的S策略加起来 能不能达成G目标 比如你那三个策略做完 只能带来1800万的粉丝 那么你这个策略一开始就有问题了 后面就算百分之百执行到位了 也达不到相应的结果 最后提醒一下 如果你们公司有公司级别的策略S 那么最理想的情况 是你借力过来 没必要另起炉灶 比如公司的销售策略 明明是大力下沉二三线市场 结果你的广告策略是北上广深投放 这就容易事倍功半了 我和小北试着用OGSM的方式做一次练习 引导他重新思考人力支援部的战略方向 接下来我把这个过程展示给你 希望对你的练习有所帮助 先来说O愿景 小北在的这家创业企业 在这个领域已经是细分市场的隐形冠军了 但他现在负责的人力支援模块却非常出击 员工离职率特别高 员工普遍反馈学不到东西 公司只是给大家安排活 很多员工一毕业 也不愿意选择到他们企业工作 所以小北希望能够用三年的时间 把公司打造成所在行业人才的第一选择 和公司的行业地位相匹配 你看这个愿景是不是非常有挑战 但又特别有价值 小北后来跟我讲 他和他的人力支援团队 还有他们公司创始人 谈到这个想法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眼前一亮 觉得确实在人力支援这一块 太需要这样一个提气的宏大愿景了 而不是吊在日常的人事工作中打转 只是发发工资 搞搞连环晚会 当然光有愿景还不够 还要有据目标 我问小北 你具体要做到怎样的数字 才能说你们实现了 把公司打造成所在行业人才的第一选择这件事情 小北继续写道 业内雇主品牌评比 排名从第六提升到第一 主动离职率从30%降到10% 员工内部提拔比例 占比超过50% 这三条要是三年后能做到 那么不但公司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绩 我自己将来在简历上也可以大输特输一笔 你看这就对了 一个好的目标一定是雄心勃勃的 如果你这个目标喊出来 别人就感觉做到了也没什么意思 那么执行起来之后一旦打了折扣 最终结果就会非常的平庸 接下来是S策略 首先是赢在哪 小北对大部分的离职员工进行了原因分析 发现学习成长 薪酬竞争性和内部竞争通道 这三件事是大家最不满意的部分 所以这三个重要项目会是小北团队接下来的发力点 然后是怎么赢 小北提到两点 一是过往 公司高层在人力资源上完全没有时间和资金上的额外投入 所以加强高层的投入就是一个重要的改进策略 二是自己的人力资源团队也要升级 目前大部分都是刚毕业的人事专员 他需要引进几位资深的人力资源专家 类似的赢在哪和怎么赢 小北又写了七八条 最后分别在背后写上了实现的指标 一份小北从来没有做过的战略业子就这么形成了 我非常建议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 做这样的一份战略业子 有了这个表还不够 你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沟通动作 就是两端对齐 什么意思呢 首先是向上对齐 你需要和你的上级确认 你对战略的理解是否正确 你定的这些OG和SM 是不是他所认可的 你对优先级的排序 是不是和你的上级期望是一样的 同时你还需要向下对齐 确保你们下属们的工作优先级和你一致 你可以专门就OGSM开一个战略沟通会 让下属们觉得 这也是他们的OGSM 而不是你自己的 最终部门的OGSM 要拆解到员工的行动计划上 才算是大功告成 总结一下这一讲 除了商业意识 战略思维也是忠诚不可缺少的能力 不能只盯着眼前的业绩和指标 而要学会做长期的战略规划 怎么做呢 我给了你一份战略一页指工具 叫做OGSM O是愿景 描述你团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G目标 是对愿景成功的具体定量指标 S策略 是为了让目标实现 你需要思考 赢在哪和怎么赢 M指标 是指定量的 把策略实现的过程描述出来 根据SMART的原则 进行具体可测量的描述 定义清楚 何时何人为这个指标负责 在这里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如果你现在给你的部门 定一个三年的目标和愿景 你会怎么描述它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思考 到这里 学了这么多的管理工具 回到现实中 你会不会感觉还是有点手忙脚乱 前面的29讲 我给你从管人和管事两个维度 交付了一系列的管理工具 人的维度 你要学会通过培训和辅导他人 做一名教练 建流程去管理你的团队 事的维度 你要主动去定义问题 做一个主动轮 驱动事情落地 讲了这么多管人和管事 在最后一讲 我们来说一说 管理者怎么管好自己 也就是自我修炼 你也许从不同的地方 学了很多的管理工具 但回到现实工作中 你还是会手忙脚乱 无从下手 把终成管理的活 干成了一个救火队员的活 哪里出了问题 就扑上去救急 想要真正实现管理的进化 你要把控好节奏 把管理的动作 嵌入到日常的工作中 这样才能不用每天疲于奔命 能够帮助你 成为一个收放自如的管理者 这一讲 我会和你分享一个 非常有用的工具 叫做管理者日历 帮助你把这些分散的知识点 串在一起 嵌入到每周 每月 每年的工作里 我在文稿区 附上了三张图 供你参考 我先从每周说起 每周的固定管理动作 我总结起来 是这么一个口诀 一会 两饭 三周报 叫场 现场 运动场 一会是指 我会用站会 来开启团队每天的工作 为什么叫站会 因为它和传统的会 是不一样的 团队大家站着开 必须长话短说 15分钟左右就行 更重要的是 站会 能够快速同步工作进展 帮助大家迅速进入状态 也能够让团队的同事 互相了解 彼此的工作是什么 两份是指 我在中午的时候 会刻意安排和两类人吃饭 一类是我的下属 很多时候 掌握下属的心理动态 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 并不是只能通过那种 正式的一对一谈话 反而在这种吃饭的闲聊中 你能掌握很多私人信息 另一类是兄弟部门的负责人 和他们吃饭 增进感情 了解彼此的工作 为跨部门的合作 做好铺垫 三周报是指 在周五的时候 我要求所有的下属 必须写工作周报 当然 我自己也会写一份周报 汇报这一周的工作进展 总结这一周有哪些得失 学到了什么新技能等等 如果有可能 我还会看我上级的周报 看看我的工作重点 和他的工作重点 是不是对齐了的 说完了一会两饭 三周报 我再来说一下 教场 现场 运动场 教场是指课堂培训 我在课里多次提到 我特别喜欢搞 30分钟到60分钟 那种短平快的微培训 一般我会放到 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 我会给整个团队 把他们的时间就定死 然后每个人 轮流作为课题负责人 分享一个自己的绝活 这样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 一个季度或者是半年 才轮到一次 压力也不大 学习的氛围 就是这么一点一滴 建立起来的 现场是指 到一线去和员工一起工作 一方面 对于表现好的下属 及时给予表扬 对于做的不好的地方 给出你的反馈 另一方面 我也要不断评估 我布置的任务 或者是某条工作流程 是不是足够接地气 有没有需要优化的地方 甚至 我会邀请我的上级 和我一起到现场工作一天 有的时候 你很难说服上级 很大的原因就在于 他没有亲眼看见 你把它带到现场 让你的上级接接地气 也能够从侧面帮助你 借机要些资源 运动场是指 如果有条件 每周和团队运动一次 我在课里也提到了 我和团队踢球 坚持了三年的案例 运动不仅仅是 拉近和团队的距离 其实啊 有规律的运动 还会改变管理者的领导气质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充满活力 荣光焕发的管理者 和一个垂头上气 慵懒疲惫的管理者 哪个更有领袖气质 我建议你啊 和团队成员们 讨论出一个 大家都喜欢的运动 具体做什么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一方面 大家能够玩到一起 另一方面 你也能提升 自己的精神气质 说完了周的颗粒度 我再来说一说 月的颗粒度 在阅读啊 我把要做的管理动作 分成管人管事两条线 管人这条线 我的口诀叫做 考察考核 训战结合 管事这条线 我的口诀是三拆解 两分配 我先来说 管人县的考察和考核 我相信你已经非常清楚 他们的区别了 每个月的第一周 我会公布KPI考核的细则 然后在第二周和第三周 工作相对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 我会到一线和员工一起工作 尤其是考察 我的间接汇报的下属 对于那些业绩特别突出 或者是排名末位的员工 我会格外光照 平时安排出半天到一天的时间 和他们以及他们各自的直接汇报上级 一起实地工作 考察他们的真实的能力和潜力 当然 除了内部考察人才 我还会安排外部考察的机会 主动面试一些牛人 一般来说 我也会尽量安排在第二周和第三周的某一个整天 因为相对来说 月头和月末都是比较忙的时候 候选人也不容易请假 我也抽不出那么多时间 在第四周结束 KPI绩效出来之后 我会对员工的表现进行复盘 同时跟表现异常的员工进行绩效谈话 就如我在课程里提到的 要及时和员工做体检报告 我再来说 管人县的训战结合 每个月 我会组织团队 进行一到两次的集体学习 这种学习并不是闭门造车 我会带着大家 到某一位员工的工作现场 群测群力的帮他解决具体的问题 我会组织大家 针对那位同事 当下遇到的实战难题进行公关 总之 一切的培训都要从贴近实战出发 管事这条线 我想说的是 三拆解和两分配 在每个月的第一周 我要完成 目标 资源和业务抓手 这三者的拆解 一般来说 我会带着我的业务骨干 一起来做这个动作 大家集思管异 头脑分爆 计算绩效积目 寻找业绩抓手 并且借这个过程 把资源分配的规则 和大家重新做一次梳理 拆解完之后 还要把这些任务分配下去 一个是对内分配 我习惯的做法是 用一张大的项目干特图 把团队里 所有人的工作和进度 都一目了然地展示出来 绿色表示完成 黄色表示进展中 红色表示出现的拖延 每周 甚至是每天的战会上 让大家自己同步工作进展 互相施加压力 第二个分配 不要忘了 还有跨部门的联合KPI 我会约上兄弟部门一起开会 了解他们关心哪些指标 是我这边可以帮忙的 以及我有哪些指标 是需要他们帮忙的 并且回顾上一阶段的进展 以及下一阶段的行动计划 说完了一个月的颗粒度 接下来我来说一说年度的工作 年的口诀是 年初两张预算 一张地图 年终三条流程 四次团建 年末两次盘点 全年打造你的人才管委会 我具体来介绍一下 年初的两张预算 一张是你的OGSM战略预算 另一张是你的人员编制预算 我先说OGSM战略预算 我会结合公司的战略 对自己要完成的全年目标 进行一次完整的梳理 要完成这样的目标 我的策略是什么 赢在哪和怎么赢 该如何规划 如果有资源的缺口 那么我应该向谁 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要资源等等 当然战略的制定 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问 OGSM更多是一个战略沟通 和管理工具 它不能代替你进行战略思考 我推荐你几本 修炼战略思维的好书 满海战略 定位 好战略 坏战略等等 这些在得到的电子书里都有 除了战略预算 你还要进行人员的编制预算 就是要想完成全年的目标 那么今年我需要多少编制 我现在是超编了 还是人手不够 这些也是要在年初就应该算好的 我建议你拉上你的HR 一起画一下你的团队的组织架构图 对新年的团队设计 进行提前的布局 年终三流程是指 我会持续优化面试流程 入职流程和交接流程 面试流程的改善 能够让我源源不断的遭到牛人 把入职流程的优化 能够让这些牛人们尽快适应 让他们还是新人的时候 就能够更好地活下来 提升在六个关键时刻的体验 交接流程则是指 我的团队不能因为人员的变动 出现文档经验和关系的断裂的情况 别忘了 还有四次团结 一般来说 我会在前三个季度 搞两次朋友的团结 和一次队友的团结 一方面 让团队成员们互相熟悉 增加默契 我甚至会邀请员工的家属 一起参加 增进大家的友谊 另一方面 要让大家不忘初心 对团队的使命愿景 有再一次的认识 最后 在年末那个季度 要有战友的团结 我会借着带队打大仗的机会 定义胜利 让大家体验胜利的感觉 好了 接下来我来说年末两次盘点 一个是做人才盘点 一个是做业务盘点 人才盘点 要找出关键人才 把他们放进人才池 业务盘点 则是通过业务矩阵 和优先级矩阵 对今年的增量存量 做一个全景式的回顾 为明年的下一步工作 找到新的突破口 最后 我重点说一个概念 那就是 全年你都要打造你的 人才管委会 人才管委会的核心成员 就是你的管理班子 他包括你的直接汇报者 和你对接的HR等等 他们是你的干部 是贯彻你的管理理念的同盟军 重要的人事制度 都离不开他们的支持 我的做法是 在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的 最后一周周五 留出一个完整的一天的时间 让我的管理班子 放下手中的工作 专门就管理相关的问题 进行研讨和决策 要知道 建设团队这种事情 永远是属于重要 但不紧急的 如果不是这样 强制的固定式时间 很容易就为别的事情 把管理资源挤走了 在这个会上 除了常规的 经营业绩回顾 我会专门拿出半天的时间 就是用来谈人 从选人的招聘进度 育人方面的培训发展 用人方面的人才盘点 绩效分布情况 留人方面的主被动离职率 等等关键指标 我都会进行回顾 并且把行动计划 布置给帮助成员 好 这门课程到这里就算结束了 忠诚管理 是挑战 也是机遇 最后我还有两件事 想嘱咐你 第一 管理是干出来的 不是说出来的 不能光懂书本上的理论 还是要不断地去练习 这和你练习打篮球是一样的 知道再多的抛物线知识 也不能保证你 每次都能投进篮宽 我建议你 每年都给自己 制定一张管理日历表 把你的管理动作 锁进日历里 通过管理时间 掌握收饭自如的管理节奏 第二 管理不是一锤子买卖 你要一边干 一边迭代 比如 应该多花时间 在培养新人上 还是多花时间 在基地老人上 应该一周开一次部门会 还是应该一个月开一次 没有绝对正确的做法 你需要不断去平衡 打粮草和增肥力 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节奏感 我建议你要经常自我复盘 不断调整 未来 你如果有任何 关于管理的小案例 心得 或者是失败教训 都欢迎你在评论区晒出来 我答应你 每条留言我都会去看 我会继续为你服务 和你共同进步 我会继续为你服务的小案例 我会继续为你服务的小案例 我会继续为你服务的小案例